2013年2月 200名中国富人移民美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他们投资的所谓芝加哥会议中心项目被证明市场骗局 目前芝加哥会议中心移民项目已经被提起欺诈诉讼 美国证监会要求法院冻结该项目的投资资金1.45亿美元和1100万美元的管理费用 至此投资人通过该项目的移民之路已被彻底切断 而此次受骗的全球250余名投资者中 中国投资移民者的数量就达到200点 而且大部分是来自于国内移民中介的代理推荐 美国芝加哥会议中心项目事件曝光之后 引起了中美两国移民行业的震惊 与此同时更让移民申请人担忧的是 这仅仅是一个个案还是行业所暴露出来的共性 或者是法律漏洞的必然结果 此类事件一旦发生究竟是该问责官方还是中介机构 中国市移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行业秘密 今天的解码财商就将带大家前往美国 实地探访美国投资购房类移民的真实案例 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的纽约曼哈顿的中心区 在我们周围有联合国大厦 百老汇 华尔街 帝国大厦 等地标性的建筑 这里每天流动着亿万的资金 在我身后的这种楼 马上就要被拆除 被建成一个高档的公寓楼 只要你花五十万美金 你可以成为这种楼的股东 甚至可能成为美国人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投资移民项目 EB5 今天我带着大家去看看 美国移民局开启EB5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姜云杰是我们在纽约采访到的一位 美国新移民 上海人 在美国读大学的他毕业后 因为申请工作的原因 遇到身份问题 从而选择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 留在美国 一年前 他拿到了美国的临时绿卡 之前我有面试过很多公司 然后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我当时面了那个IBM的资讯部门 但是IBM美国公司 是对身份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然后就非常遗憾的 就没有拿到这个工作的offer 很多国际学生 在面临就业的时候 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状态 虽然他们的背景知识都比很多很多美国当地的学生强 但是很难拿到一个好的工作机会 所以当时我父亲是觉得不想让我在这方面 因为身份的原因丢失很多机会 所以他就选择以一个最快的方式 选择移民美国的原因很多 江云洁的困惑只是其中之一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 移民类别主要有五种 代号分别为EB1至EB5 EB1又称为专才类别移民 EB2为职业移民 EB3对应的是非技术移民 EB4是宗教移民 目前市面上推广热度最大的 同时也是最适合大部分中国人选择的是EB5 又称美国投资移民 这一移民方式 因其对申请人没有任何背景要求 办理便捷迅速 门槛最低 而受到广泛欢迎 江云洁选择的就是EB5投资移民 他非常热心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办理 EB5投资移民时的一些官方文件网 EB1EB2 就他们的排期非常长 你自己是没有办法主动地去申请的 但是呢 当然还有其他更方便的方式 比如说找一个有身份的人结婚啊 就找一个人嫁了 男生女生都都可以 我当时投资的是一个酒店式公寓的项目 是在纽约地区 我过来的时候 他正是在造地基的一个过程中 然后律师就带着我转了一圈 然后我父亲在上海和那个 我在纽约做了一个协调 因为他们在上海也有分布 所以经过多方面的审核 然后实地勘察之后 我们就决定就投这个项目了 我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明年就转成那个永久绿卡 通俗地讲临时绿卡就相当于暂时居住证 临时绿卡除了有两年的期限之外 其他许多方面与正式绿卡无异 从着手办理投资移民到拿到临时绿卡 江云杰一共花了半年时间 目前江云杰已经在位于纽约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上班 等待他的临时绿卡转为永久绿卡 并在五年后申请成为美国的正式公民 值得注意的是 选择通过EB5投资移民 拿到美国绿卡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像江云杰一样拥有高智商 或者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高进制人群 他们有自己的阅历和判断 那么他们又是为什么会在类似于本期节目开头提到的 美国芝加哥会议中心项目中受骗的呢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 芝加哥会议中心项目的所有者 现年28岁的安索瑟蒂 在中国中介公司的陪同下 频频亮相于中国各大媒体进行项目推广 在推广视频中 展示了被伊利诺伊州州长帕特奎恩 前往北京参加宣传活动的情景 并强调了该项目的五大优势 其中包括了政府对该项目的投资 进行保障承诺 以及每位投资者都将可以获得美国律 由此可以看出 正是由于政府的背书 再加上各大中介的大力推荐 使得怀揣着移民梦想的中国投资者 坠入了陷阱 那么在实际操作中 美国政府是否会为EB5项目做背书呢 美国可以讲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是政府担保的 连所谓的很多的政府项目 它也是请第三方商业机构去做的 它也不给没有什么担保的 这更不要说EB5项目了 没有任何 就是说我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在中国的中介市场上面 在宣传说政府担保的 我们可以鉴定 我可以鉴定它 说的难听一点它是骗子 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它夸大其次了 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高同投资机构董事 在纽约房地产投资市场 有着多年的从业经验 对于EB5项目 以及美国政府相关的移民政策 都有深入的研究 为了证实它的话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驱车两个半小时 来到了位于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办公室 请杰拉尔德卡迪纳尔参议员 来为我们解答 参议院是美国国会两院之一 美国每个州在参议院中 均有两席代表 参议院主席为美国副总统 此次接受我们访问的 杰拉尔德卡迪纳尔参议员 是新泽西州的资深参议员 捷码财商栏目组通过多方联络 终于在此次特别节目拍摄的 最后几天采访了他 我们不喜欢人来到这里 而去保护 因为有些人来到这里 因为保护的保护 他们看到这些计划 他们看到这些计划 提供éeد取得更有可能的利益 learning途律 就是按钮提供的基帳 地 ocur� 您的一些便ρη选 近几年投资移民潮席卷中国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0年中国大陆投资移民申请人 共有772件获得移民签证 占2010年美国投资移民签证发放总量的40.9% 排名第二位的是韩国 它的百分比仅为15.6% 不及中国的一半 2011年美国投资移民申请总共为3463件 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人达到2408件 占总申请的69.5% 为美国提供了12亿美元投资 2012年提交美国的投资移民案总数为7641件 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为6124件 占总申请的80% 为美国提供了30多亿美元投资 正因为这样的强劲势头 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在近年来疯狂增长 然而在那些五花八门夺人眼球的宣传背后 还有哪些不为外人所知道的真相 解码财商栏目组在离开新泽西州参议员的办公室后 又驱车前往位于纽约皇后区的一处 一壁五项目工地实地探访 这是一处位于纽约皇后区的正在施工中的一壁五项目工地 稍后这里将建成一栋拥有106套公寓的住宅楼 在它的对面就是纽约的市中心 马哈顿区以及罗斯福岛 这个项目将可接纳45名一壁五投资移民者 最低投资额100万美元 45个一壁五投资者将投入4500万美元 占整个项目总投资额的57% 我们采访了这个项目的顾问律师 彼得·托本詹森 他将为我们讲解 申请一个常规一壁五投资移民项目 必须具备的条件 sig的关系 要能够给他们的 Green Cards 他们必须可以的目标 记有10新的新 jobs 成立国家 hardest 一战争 是必须的1万亿 那些人有可能会在前度 那些人应该会在500,000 的大部分 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设定 投资移民最低投资额为100万美元 但是如果项目位于目标就业区 即高失业率地区 投资门槛就下降至50万美元 而美国联邦劳工部 劳动力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 50万美元投资项目所在的区域 失业率必须达到13.35% 这一区化游戏巧妙地推动着绿卡转入线 以节目中的此项目为例 除了投资移民费用100万美元之外 申请者还要支付项目管理费5万美元 律师费2万美元 中介费1万美元 会计审核费5000美元 以及后续交付美国政府的文件审核费用2500美元 合计将近10万美元的额外支付 然而这也并不能保证投资者 一定能拿到他所需要的绿卡 中文的额外奖 在 the United States an investment is not managed or guarante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f course all private projects have risk it i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any investor in an EB-5 project to do a risk analysis people in China are at a great disadvantage in trying to select an EB-5 program in the in the United States number one very few people who want to do an investment are professional in financial analysis and number two even those who might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a reasonable financial analysis of the risk of a project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that for a proj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access and in an area that they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移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良有不齐的众多投资移民项目中 要如何选择靠谱项目避开骗子公司的各种陷阱 发现这些公司利用的法律和制度的漏洞 寻找他们在公开资本结构中暗藏的玄机 为此 吉马财商走访了波士顿和纽约的数位房产投资 中介以及EB5移民中介 请他们现身说法为我们揭秘EB5投资移民的风险 投资移民来讲最大的因素就是说这个比可能比股票的投资 风险还要高 从某种角度来讲 因为这个投资的项目并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回报 美国是向来讲现实主义的 就是说如果你投资其实不要指望政府说一定会保证你这个项目会收回 因为美国很多文字合同里面都说 We cannot guarantee we may not 这个换的意思就是说给你打了一些预防声 所以不确定性我觉得是最大的风险 一定要去就是说要evaluate 要考量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存在 是不是有一定的可行性 这方面做一个分析 还有一个他打用的那个钱进入那个escrow 中文的意思就是那个中间账户保障的那个账户里面 是不是安全的 这方面都是要做一个考量 这个临时的绿卡在两年以后转为正式绿卡的话呢 也需要条件的 他这个EB5的主要目的是给 就是美国政府想要你去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说的是十个full time全职的就业机会 如果是只是part time 是这个这个不是全职工的 是半职的这个工作的话呢 那就需要二十个那个半职的工作 EB5的资金从聚集到进来到可以使用 它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 因为你要说报EB5项目 你毕竟要报给移民局你的整个项目的计划 规划是什么样的 你要不要报 如果一个很好的项目 他已经做好的规划 他什么都有了 然后他说报 报完了以后就等 等一年 等你的资金来到位 这个我觉得在任何的商业逻辑上面 这说不通嘛 对吧 你不成立的 这个你那么好的项目 怎么可能要等一年 这个美国这个金融社会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 可能是献饼 更可能是陷阱 在我们采访的人中 不少人认为 美国之所以欢迎中国的投资移民者 关键是看上了中国人兜里的钱 以及能创造的就业机会 他们不可能白白欢迎你过去 分享他们的福利蛋糕 因此EB5的高风险 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那么 EB5项目风险真的有那么大吗 时报广场 又称世界的十字路口 是美国纽约市 曼哈顿的一块街区 中心位于西42街 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 是纽约繁盛的娱乐 及购物中心 同时 也是纽约各大知名公司的 总部所在地 纽约最大的华人律师事务所 带上律师的办公室 就设在这里 在我们对带上律师的采访中了解到 它对于EB5投资移民的风险 有不同的看法 2013年的这个临时绿卡的批准的通过是82.5% 正式绿卡的通过率是96% 这两个数字告诉我们的很多投资人 投资移民EB5这一块 十之八九是成功的 对吧 不成功的是十之一二 而这样的一种人们看到的这样有说法 刚才你讲的这种说法 就是说很多是赌博这样 我觉得主要因为呢 媒体的宣传啊 一般只报道负面的 因为好的东西 大家肯定不说 这个星期我发现又有人通过了 这个对媒体来讲没有新闻信 我说这个 这是移民局网上公开公布的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不可能是假的 是这样高一个数据 也就是十个人里面 应该有九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投资 但是确实存在风险 这是两码事 因为你投资移民 前面的修士修士是投资 而任何投资 你不管是投资美国EB5 你还是投资上海的一个开发商也好 都存在风险 当今50万美金立刻让你变成美国人 移民美国一条龙夫 这样的广告铺天盖地 在中国一些国人至今对国外 特别是美国抱有幻想 认为美国什么都是好的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 到了国外一定就要买房 这是美国投资移民制定者所愿意看到的 美国的投资移民政策 感觉是为中国人量身定制的 最新调查显示 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 及那些拥有一千万人民币以上 可投资资产的人士 已经有27%完成移民 另有47%正在考虑投资移民 与此同时 关于EB5的利好消息也在不断传出 据美国议员提出的相关提案 可以看出一些政策方向 EB5计划将有永久化趋势 同时 持续清楚将不受配合限制 美国政府也明确预审批流程 并加强EB5监管 美国证监会和商务部都将介入监管 此外 提案还扩展了在全职就业方面的定义 并提出对申请人子女进行超龄保护 美国投资移民项目 在政策监管上的优化和改进 会更方便投资者的项目申请 保障投资人的权益 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 优优独播剧场 中国的投资人大部分目前在看项目的时候 还停留在字面上 而材料往往是中文材料 中文材料一般不会是把美国那一套 就是所谓的叫招股书啊 offer memorandum这样一个东西 英文全导给他们 就是给了中国投资人的话 你也不可能有能力说我把一两 一两百一两三百一个文件自己去看完 分析这个文件 所以他们看到是个换句话就是个简写版的中文版 而那个中文版的话往往是中介公司写的 而他一般在写这个时候的话 或者是在缩减的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断章取义的这个问题 而投资人的话也通过这样一个东西来做判断 这里面就更离的这个实质本身就离的越来越远了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能过来 说跟这个公司见见面 开发商见见面或者跟律师见见面 我觉得他们选择还是在这个不准确信息的前提下来做的判断 近期美国国务院也就是类似中国的外交部 也从2013年3月起开始实施对投资移民的国家限制 即每年给中国提供有保障的700个名额 其余名额要在其他国家用不完时才能分配给中国 在美国移民项目鱼龙混杂之际 美国国务院将投资移民的大门对中国投资者观窄之举 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如何不让巨额资产打水销 如何不被卷入投资移民圈钱骗局 如何理性投资移民 才是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 长春藤萌校什么样 中国学霸们在美国生活学习情况不合 带狗去上课 带狗去图书馆 通宵都不睡觉 但我觉得我学得很快乐 家长们眼中的名校和想象中的一样 他们甚至穿得很暴露 让我们一起进入哈佛 耶鲁和康奈尔等长春藤名校 6月18日 敬请观赏 解码财商 美国型 中国学霸征服美国长春藤